嗨,我是JerrySide 这条影片会教各位如何使用雷达制导导弹 雷达制导导弹分为两种 分别是半主动雷达引导导弹和主动雷达引导导弹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FOX-1和FOX-3 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需要玩家持续对飞行器保持锁定 Fox-1 它的工作原理是玩家的飞行器锁定敌机 然后再将敌机的位置数据传给导弹 Splash 而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则更加简单 锁定敌机之后便能够获得发射数权 FOX-3 此时便可以解除弹目标跟踪模式并进入扫描并跟踪模式 机载雷达的记忆体仍然会指引着导弹飞向目标 PIPO就是代表导弹内的雷达已经锁定敌机了 此时你可以解除一切的锁定 所以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可以同时向多个目标发射 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没有什么设定 但主动雷达制导导弹有一个叫做MEDDOT的模式 开启之后你可以按住扳机不放 此时也能够发射导弹 而导弹内建的雷达会持续地扫描天空 并会锁定任何一个它锁定到的目标 但要注定的是这种锁定并不会区分敌我 所以千万不要在队友背后发射这种导弹 而雷达制导导弹中有一个异类 就是M120D 这种主动雷达制导导弹并不是靠机内的雷达驱动 而是靠数据链驱动 所以这种导弹无需雷达锁定便可以发射 但这种导弹也只能在F45上使用 这种导弹 冰箱2 冰箱2 这种是很容易的 Coverty